今天有戴口罩就錯了 今天有戴口罩就錯了 對啊 我真的想啊 對啊 要嘛是巴黎 那今天有特別準備什麼 準備我 我本人 你就是最大的冠軍禮物嗎 也沒有啦 那他駝金之後 你有特別跟他先試試的時候 就是 等他結束之後 就是有空的時候就打給我視訊 然後就是跟他說恭喜 就是創造歷史 很多人都在敲碗說 會不會有什麼好消息 在得多金之後 未來是因為不是 我也不知道啊對 如果有好消息就跟大家分享 一下飛機就遇到見到他當然是非常開心 那慶祝的話當然是希望回家 他就先就是一起去吃個好 吃吃頓好的 然後對好好休息一下 那之後有什麼消息就 自然會讓大家知道 之後那個李昂又退休了 然後退休之後 黃晴的新搭檔是那個邱向傑 對 那你覺得他們之間搭檔的東西 因為他們也是可能 還沒有開始訓練 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們都是很認真的選手 我覺得接下來應該就是 請大家好好關注他們的發展這樣 今天有戴口罩是錯的 對啊 我真的有講啊 對啊 要嘛是80 你叫吧 你叫吧